接下來性質叫做晶型 這個也不會仔細教 因為它是晶質來的 就是有一定排列 因為有一定的排列方式 就會排出一定的形狀 那就是學問太複雜 我們就把它調查的帶過去 說它有一個形狀叫做晶型 然後自然界中 晶型不見得會長得好 因為空間可能會不足 所以上面有兩個照片 左邊這個黃鐵礦長得非常的好 清清楚楚的立方體 右邊那個長得不太好 一坨亂七八到底看不出什麼德性 就只是告訴你說晶型可能長得好 可能長得不好 它可能跟它的環境什麼之類有關係 但是它就是會有一定的排列的形狀 叫做晶型 因為晶子來的這個簡單帶過就好了 下個性子叫做晶禮 晶禮是礦物受力之後 容易沿著某一個金面產生破裂 這個現象叫做晶禮 這個晶禮的構成 不會跟它的結晶結構有關係 但是我們國中不仔細的說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跟各位講 好 現在各位同學這樣坐在這裡 同學現在這樣坐在這邊 我抓著它拉起來 只有它會被我動到 其他人都沒有關係 這樣叫做沒有解禮 沒有容易順著某方破裂 現在假如規定 左右手的同學 都要互相手多手多的緊緊的 死都不能放 這樣子我用力挖它 一拉 整條都被我拉開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解禮 改成請後面的同學 熊抱前面的同學 死都不能放 緊緊的 我用力挖 整條都被我拉開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解禮 所以是講說 它的結構是跟它的結晶狀況有關 當然我們國中就草草帶過 就不會仔細跟各位講 但是你要背 你要背 方解十有三個解禮 雲母有一個 死因沒有 尤其是雲母有一個解禮 解禮要記很清楚 因為那是雲母的特徵 雲母的特徵 就是有一個非常發達的解禮 很容易就撕成一片一片的 那是一片片的 所以你要背一下 方解十有三個解禮 雲母有一個 然後死因沒有 死因沒有 就叫做解禮 OK 解禮就是礦物受力之後 容易破裂 叫解禮 另外 這裡有兩個 用中文唸起來都一樣 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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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兩個三聲 第一個三聲會變成 二聲 所以唸起來都一樣 上面有個 節目的結的結禮 下面有個分解的結 這兩個玩意有很多不一樣 我們掌握重點不一樣 重點不一樣 就是它的獲的東西不一樣 延遲的破裂叫做 結物的結的結禮 我後面會講 礦物的破裂是分解的結的結禮 分解的結的結禮 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呢 就請你看清楚 想明白 你不要光會念結禮什麼字 也搞不清楚 光會亂解通 OK 結禮結禮 一個是延遲破裂 一個是礦物破裂 破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又是有關兩個分別 OK嗎 所以以上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物理性質 辨別礦物的物理性質 OK